聯合電台節目上有市民說 施政報告提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是政府送走年輕人 林鄭月娥否認 事實不是 很多地方包括香港特區政府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卓越獎學金的計劃 將我們厲害的中學民憑畢業生 每年選一百個 讓他去全世界最好的大學 讓他可以吸收這種國際視野 然後回來發展 同出一切都是這個概念 所以不是去送走一些人的組織